好啦 各位 那這次遠征隊呢 跟上一次一模一樣啦 沒什麼特別的 那一開始進來會給你兩個隊員 有劍士跟法師 那劍士跟法師 我覺得你一開始用誰都可以啦 這個是我後面抽到的技能 他原本是這個 神聖之劍 一開始都差不多 等級都很低啦 所以攻擊速度跟傷害技能 都沒有很漂亮 那大家進來的時候 記得要先接這個 每日任務 那每日任務的話 一天有三個 那沒有辦法更換 都是隨機的 基本上就分幾種啦 第一個就是打怪的掉落物 跟一個採集植物的樣本 那還有另外的是拍照跟補貨 那我個人認為拍照補貨比較快啦 尤其是補貨 補貨你就在 你要補貨的那個怪物那邊 使用一個 五牢箱 如果你有接到那個任務 才會發給你啦 沒有的話就沒有 那你只要點兩下 就可以把怪物抓起來了 那只要抓五隻嘛 然後CD一分鐘 五分鐘就解完了 非常快 那這個掉落的部分呢 有點麻煩 尤其是打怪掉落 掉落率非常低 那我自己有穿掉寶裝啦 穿掉寶裝我感覺也沒有提升多少 那我覺得沒啥用 那再來就是這個 裡面有一些商店啦 那我個人認為 這些都不急著買啦 因為我前面這些 我個人覺得是都還沒有太好用的東西 那還有技能可以買啦 技能我目前看也都還好 也都沒有到太實用了 都還行 所以先扣著吧 我覺得那個硬幣都先扣著 那隊員的部分你要到升級之後 才可以再招募新的 所以現在就 兩個隊員 那再來 往下走之後呢 這個地圖有分兩個區域啦 左邊就是繼續往下 打怪的部分 那右邊是打王 那大家記得 你一進遊戲就先進場了 因為這個 一開始的Boss很好打 你就隨便掛著都可以 隨便拿一隻去掛 都很安全 不會幫你趕出場 你一定要趕快先打一場 他才會開始倒數 沒打不會倒數 他不會累積三次這樣 不然你可能來不及 12點前打滿三次 如果你晚上才回家的 最少要8小時啦 才會打完 那Boss的箱子 總共可以開到6個 現在一隻有6個箱子 下級箱子 那可以開到裝備跟技能 都是隨機的 全部都是隨機的 像有人 剛剛有人說已經開到 不錯的裝備了是不是 那我就是開到一個咕咕機啦 那也沒辦法 都看運氣的 所以真的沒辦法 好啦各位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噴火龍 不是現在 現在也不是噴火龍 呵呵 現在是這個 不知道傻鬼的 那這個就 一開始這隻Boss就沒什麼啦 根本不會趕你出場啦 就這邊掛著就好了 可是要等到後面啦 估計他們說會趕人出場 應該是要到 你這個指揮等級提高 才 王才會有一些技能吧 看一下 一樣也是6個 噢 打完這個箱子就是6個 那再來就是裡面掛機的部分啦 那首先進來呢 會看到這個剩餘時間喔 那這個剩餘時間跑完呢 就會把你的角色給趕出去了 那所以說呢 如果你沒有辦法在這個時間內 完成這個任務的話呢 就會少這個箱子 但沒關係 因為這個箱子只會給一個 而且是下級箱 那一開始可能會少啦 到後面應該就不太會缺了 因為後面啊 你等級提高了 你會有更多的隊員嘛 那你在裡面帶的時間也會比較長 打的怪物呢也會比較多 所以後面應該是不會再六六這個任務的部分了 那一開始漏真的沒差 呃 與其去 弄這個任務 不如把那個BOSS給打滿 你看BOSS一隻就那麼多箱了 都超過所有的每日總數量了 那你可以打三次嘛 三隻把它打滿 反而還比較好一點 少這個箱子 並不會影響到你最後拿獎勵 因為 最後看獎勵的部分 是看你的 你的指揮等級要升到最高嘛 還有總和等級 然後還有擊殺一次噴火龍嘛 那說老實的 裝備啊 因為箱子只能開裝備跟技能嘛 裝備跟技能只是影響你經驗值的速度 並不會影響你練等的這個時間 因為 在裡面練等是看你掛的時間 並不是看你打多少怪 所以沒關係 你即使沒裝備沒技能 照樣可以練等 那練起來了總和有到220 然後打一次噴火龍 然後只會等級升起來 還是可以拿到方塊 所以這都沒影響 所以如果你真的只是為了要拿方塊的人呢 你全部每日都不解 都不打 也沒關係 真的是沒關係的 就只是你的經驗會被別人低而已 那再來稍微說一下這個 植物樣本噢 植物樣本呢是要打這種花 噢只有這種噢 就只有一朵的 像下面啊 這種兩朵的啊 還有這種比較小的 這種都是沒有用的 這個你就普攻他 他就會掉了 但是 有時候沒有掉是為什麼的呢 第一個可能你沒有這個任務 那第二個呢這個地圖呢是還是有分頻道的 雖然你不能切 但其實還是有分頻道的 那在這個頻道的所有人呢 看到的花都是同樣的 所以有時候會發生 就是哎你沒打 但他突然被攻擊 被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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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掉了 所以可能被被人搶走 所以這個是需要跟其他玩家一起去爭奪的 那由於現在這個時間比較早 才中午而已 人比較少 那如果到晚上 甚至人拖的伺服器 可能就比較難取得了 然後這可能要 眼明手快了 眼明手快了 只有這個花才能打 這種 只有一顆頭的 只有一個的 這個才可以打 哎那我什麼 哎 被什麼打掉了 哎哭啊我還沒攻擊耶 對對對 這一打會掉 哎剛是被誰打掉了呀 奇怪了 那在裡面呢 如果你有接到像這種 道具掉路的啊 是可以用寵物撿的 所以如果你有劈蟲的話 你就站在大概中間點位置 都撿得到 那如果你沒有劈蟲 只有一般寵物的話 寵物不在的平台 可能你就沒有辦法撿了 可能自己要注意一下 那甚至你是沒有寵物 要給分身掛的 那真的要自己手動撿了 不過真的沒關係啦 像我前面說的 肉掉這種任務 真的影響不大 影響不大 那在這個遠陣隊的部分 是角色分開的 就是 所有的進度 角色都分開的 就包含 技能的部分 跟裝備道具 這些全部 都是分開的 還有任務這邊 也都是分開的 所以一開始你可以掛比較多角色啦 就如果你有很多分身想掛 但我說老實的 到最後要掛滿要掛12個小時 所以基本上你也沒那麼多時間掛啦 說實在的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 你們就挑一隻掛就好啦 看你們要給誰 那經驗值 前面一定很低嘛 前面幾乎沒什麼用啦 因為掛這麼多 我這個等級 20分鐘才3800萬經驗 那個 就不用看了啦 前面沒什麼 那到後面會 才會比較多啦 要到後面 但這終究就是掛機活動啦 跟你後面打怪 是沒得比的 至於 建議掛哪一隻的 我覺得都可以啦 你想掛沒有輪迴的分身 那當然OK啊 當然是OK 但 因為像我自己啦 像我自己 如果真的要練 把分身等級充起來的話 我都會用輪迴去練啦 有輪迴就沒得比 那沒輪迴可以掛 可以掛 應該是還行啦 但我只能說沒有搭翔的那麼多啦 尤其是你等級越來越高之後 還是要低等一點 比較有效果 但真的 我真的覺得 給誰掛都可以 我是說實在的 反正我覺得 遠針隊最大的用意 還是那個方塊啦 還有一些獎勵啦 經驗值 我覺得真的還好 那輪迴 輪迴可以擺 但是沒有用好不好 輪迴可以擺 你看他這個 生成數量也是一樣 沒有變多 好各位 那就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是第一天的成果 4億7千萬的經驗值 掛滿了一個小時 那等下時間到了就會 有沒有 就把你趕出來了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辦法 在這個時間內完成的話 你也進不去了 嗯 沒有辦法再進去了 他還告訴你 哎今天 已經 完了 哎 遠針隊時間已經全部用完了 要到 12 晚上12點才會重置了 那等級的部分呢 也就是沒有辦法再繼續練了 所以第一天練的大概就這樣 所以我才說啊那個經驗值 一開始真的沒什麼啦 那接下來給各位看一下這個表哥 一開始要升等呢 等級必須升到10等 總和要到10等 那我自己的做法呢 應該就是先練兩個5等 現在要練到5等呢 需要200分鐘嘛 那練到6要300 所以我是覺得 與其後 因為後面等級 所需時間都要100100的 這樣慢慢往上加啦 所以我覺得 前面前把等級拉起來比較好 兩個5等到10等之後呢 我就先升級 升級之後呢 我就可以擺兩個隊員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兩隻一起練了 不過到時候 到見習者應該可以再招募新的隊員啦 反正我應該會平均練啦 平均練去拉這個等級 但如果你彈一練的話 我不確定到這邊 可不可以到70等 我不太確定啦 但我還是建議大家先分開練啦 反正 你們看嘛 前面的這個經驗量 根本是沒有區別的啊 你即使沒有給你最強的 去打這個怪也沒關係啊 前面露的這個經驗值 根本影響不大 我就平均練 然後趕快把等級都拉起來 可以放越多的隊員 至少這個不要漏掉啊 這種 可以往上增加隊員的這個時間點 不要落下來 等有5個之後 你就可以放你的大部分阻力啊 然後去練低等的 像我之前說的4帶1嘛 就可以慢慢的練了 因為後面已經沒有 已經沒有什麼時間壓力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慢慢的 來去拉一些等級 然後拉到220 就可以拿到我們的方塊了嘛 那旁邊呢 就是我說的這個掛機時間啦 像一開始只有2個小時 你要掛很多隻分身角色 是可以的 但是隨著這個 指揮等級提高啊 應該要掛到4小時6小時 甚至後面10幾個小時 其實你一天根本掛不了幾隻 12小時也頂多掛2隻而已 所以我是說真的 不用去一直去刷分身啦 雖然他角色都是分開來的 我覺得還是挑一隻掛就好了 主要就是拿 他的這個 指揮等級的獎勵 還有這個方塊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好啦各位 那最後再來快速的總結一下 這誰的遠陣隊啦 那首先進來 擺隊員 擺完隊員之後呢 接美日 美日接完往左走 往左走之後呢 先去打一場BOSS 那先說一下 現在的BOSS還不是噴火龍 噴火龍要等你的指揮等級提高 慢慢往下面的層數去攻略的時候 這個BOSS會慢慢的做加強 現在還不是 那打完BOSS之後呢 開一點寶箱 那開完寶箱之後呢 有什麼技能跟裝備就先穿了 有什麼穿什麼 那穿完之後就開始在裡面掛機 那裡面掛機呢 就跳個好位置就開始掛 那撿道具呢 就站中間一點 那把怪物集中起來 然後比較好撿這些道具 那沒解完也沒關係 這個任務沒關係的 那掛完兩個小時之後就出來 就結束了 所以呢 整個活動就是 每日BOSS掛機 就這三個 每日BOSS掛機 那過程呢 全部靠賽 全部靠賽 聽說這個BOSS會掉的箱子 好像有吃掉寶 好像有 因為好像有人打到的箱子數量不太一樣 這個我就不太確定了 我已經有解兩隻角色 都是六個箱子 所以我不太確定 不太確定 那再來就是練等的部分嘛 那因為我自己時間沒有分配好啦 就是維持亂切的角色 所以時間沒有累積滿 所以有點怪怪的 那如果你第一天都只給一個角色 應該可以剛好掛滿120分鐘 你就是可以升到四等 可以升到四等 那靠賽的部分就有裝備嘛 裝備技能 啊技能 除了技能種類之外 還有技能的等級 也是需要靠賽的 像這個只有 只有七等 整個活動就是一個掛機靠賽 有沒有 我就說了 這遊戲就兩大重點 第一個靠賽 第二個是掛機 好啦 那以上就是遠針對的部分 那我只能說一開始 其實沒什麼事要做啦 兩個小時很快就掛完了 主要就是Boss的時間要注意一下 嗯 畢竟時間到了 應該是不會提醒啦 下限的時候 他只會提醒你說 次數還沒打完而已 他並不會說時間到了就提醒 所以你要自己去記一下 你這個攻略Boss的時間 那 基本上 只要有打Boss 拿那些箱子我覺得就蠻夠用了啦 Boss是你不想要經驗值的 全部都不打也沒關係 只要記得結束之前要打一次的噴火龍 才有達到這個零方塊的條件嘛 大概就這樣 整個遠針對不 不複雜啦 不複雜 真的不複雜 只是到後面就是掛機時間比較多 還有運氣成分比較重 大概就這樣 其實也沒什麼 好 那 遠針對的介紹就先到這邊結束了 那其他活動呢 我就另外再做介紹 這部影片就先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收看啦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這部影片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